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漂亮 對,很復古 前面有一個車掌 不如我們問問他 車掌? 車掌,你好 光Sir,你是廚大關車掌 光Sir,這輛火車去哪裡 對,很特別 這輛火車,總站就是沙面 旁邊的一輛火車和法國餐廳 這裡有甚麼好吃 這樣吧,我們先點口號 我們先點口號 好… 今天我們來到沙面 一間法國的男士和一兩夫妻人 去做一個法國餐廳 嘗試一個地道真正的法國菜 我講不到了,我們去法國吧 去法國吧 我是衛兵 我是這個火車頭法國餐廳的創始人 我們在這裡已經經營15年了 其實剛開始經營這個餐廳的話 希望把這個法國的文化 帶到這個中國來 跟台灣區的觀眾們一起分享一下 正宗的法國飲食文化 我們來講一下 如果我們要再見到這次 可以看 我們可以看 有這個疫情 我們 來吧 我們來這裡 我們來講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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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刚开始做贸易的 我的搭档他是来自一个德国人 开了一年多以后我搭档就回德国了 然后我的先生他是一个法国人 他来这里吃饭 他就以为我是服务员 我们就这样子去交流起来 当时我也单身 他也单身 副业儿童地就走到一块 然后后面他知道我是这个餐厅的老板 他就说如果你建第一家在广州的法国餐厅 我可以帮助你 他们家在法国开了三十多年的餐饮 他自己做了二十多年的一个酒吧 还有一个法国餐厅 然后他就把法国南部的菜市 全部都一一地搬来这里 生牛肉塔塔 首先我们就把那个牛肉切粒 再把这个酸青瓜带汁水瓜流 也是全部切碎 切碎完就跟那个牛肉混在一起 再加点胡椒加点盐 给它调一下味 就可以搂匀 搂匀就可以装盘 今天阿冰姐就看来 特别为你们从本门 这个塔塔肉其实是名菜 在西餐里面很出名的 也都是很有用求告的 英姐说说了 在法国基本上没有一个法国人 不知道Beef Tata这一道菜的 就是生的牛肉 当然一定要用最高端的牛肉 牛柳的这一块最嫩的部位来做 它才是很好的 然后其实生吃的话 我们是在我们厨房 我们是要保证它一定是卫生 这个牛肉我们是有专门的 这个砧板 砧板的刀 不会跟任何其他的刀混起来 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两个 混在一起 对 要怎么吃啊 我看到有这么多种配料 它里面是有一个 鸡蛋 这也是生的鸡蛋 但是要 那么窩打一点 然后我们有这个 洋葱 洋葱 我们可以放一些橄榄油 哇 直接放上去 有些吃饭 就像我们的菜 不一定生的 因为它虽然是生的 但是等下你吃的时候 你不会吃到这个 还有些海盐 还有胡椒 吃这个菜真的很有仪式感 是啊 尝尝吧 好 已经迫不及待了 那我们这个也是搭配的红酒 这个红肉就是搭配红酒 嗯 然后我看到里面有一些丁 就是这些牛肉丁 是你们切它的话 也是手切呢 还是鸡蛋 这个一定是要手切的 最大的难处就是 你切粒的时候 不能切得太大 对 不能切得太小 然后如果鸡蛋的时候 可能就那个味道会改 口感完全不一样 就没有那个纤维 法国人对于吃生的东西 其实是很执着的 这件事 红肉基本上就是三五成熟 然后有鱼 一些羊扒就会去到七八成熟 保持肉质的鲜嫩 最初我看着它 其实我会有点害怕 因为是生牛肉 但是经过冰姐她搭配料之后 我觉得很好吃 牛肉很鲜 很好吃 而且很有趙头 另外再搭配一些洋葱 里面有些冰瓜粒 我觉得搭配在一起 就是很特别的感觉 很好吃 我试完这个鱼蛋糕之后 就发觉 刚才说到牛肉切粒 原因就是 如果用鸡蛋 鸡蛋会发热 而且会令牛肉起筋 就会变成牛肉饼 这一定是用手切的 整个仪式感很重 刚才琪琪说 刚才我看到她害怕的 不过她想起纯德鱼 她就觉得她是鱼 所以她就被人开心了 是 金贵牛柳生切粒 酸瓜爽瓜,齊齊齊齊 金蛋银葱一拌起 碎燕肉滴,野人急 文文,今天你走了一天 是好山好水,好风景 但我的肚子鼓鼓鼓叫 有事吗 你这么快就肚餓了 走两步 当然了,我这么大只 消耗很大 但不要紧 真的有 有利益的日子 试一试这个吧 黑芝麻丸吗 没错 不要紧 有什么这么厉害的地方 可以顶着肚子 之外,还可以帮你補一補 大家知道黑芝麻是烏法的 又可以补充体力 有很多好处 没错 除了有黑芝麻之外 里面还有蜂蜜 可以滋潤和腸 真的很好吃 不是甜到柔的 而是那种吃到满口芝麻香气 真棒 没错 你吃了这一粒芝麻丸 就像吃一碗芝麻糊 对,很棒 我也知道 这个一定是够精够晒的 是传统工艺 吃多也不怕热气 当然了 这一碗 那我拿走了 我拿走了 我刚才想说 这一碗是我自己要的 这一款这么漂亮的黑芝麻丸 在我们沉味均鹽损商城 就可以购买了 它是采用鹽损的黑芝麻 加上蜂蜜手工调剂 通过久精久晒的制作工艺 去除黑芝麻的油膩 吃起来口感香醇 甜而不理 保持满口的芝麻香 而且回带方便 随时随地都可以享用 马上素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沉味均鹽损商城 原价208元 现在秒杀价 只需要199元 一共有16瓶 平均都是十多元一瓶 真的非常划算 快去购买吧 在这个餐厅我进去的时候 整个装收 我觉得很温馨 听说是你们自己动手做的吗 刚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经济的原因 然后没有想去投入太多 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想自己去动手 把这个餐厅打造成 像我们想象中想要的样子 打造一个我们成熟工 做出来的一个 像一个家一样的去打造它 然后我们夫妻俩 就自己去买盐材料 自己装修上去 自己涂油漆 自己把整个餐厅装修起来 方师傅 你今天是不是要教我们 做一个法国的鵝肝 对 煎这个鵝肝很简单 它不用给其他东西 你都用盐和胡椒就可以直接煎 因为其实法国的鵝肝 它含脂肪量 油是比较重的 所以等一会煎的时候 就不用再额外去放油 所以鵝肝会越煎越缩水 会 怪不得知它现在够那么大 这个鵝应该差不多了 现在就可以煎了 好 师傅,我们大概要煎多成熟 一分都煎到七成熟 就是说它吃起来 口感会比较滑一点 因为我们平时吃牛扒 我们都喜欢七成熟 口感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 如果煎老了,它就会… 没有那种香滑的口感 大火还是小火的煎 要用小火 太大火都会煎 因为我看到它的鵝肝很厚 所以它要慢慢煎 才可以进去 大概要煎多久 大概要5分钟左右 5分钟? 5分钟? 这是什么? 玉米饼 用意大利的玉米粉做的 你可以放在一起煎 薄干的油脂 很特别 很特别 我发觉法国人很喜欢研发这些 很特别的菜式 是 其实这个鵝肝 要不需要之前有没有处理过呢? 可以 很美味 即是原汁原味 这样看上去 我觉得玉米饼 那种味道更好 因为它吸了鵝肝的那种香味 像精华 很香 所以我看到师傅 很细心地操作 很有耐性 对 慢功出小火 师傅 我们看颜色和香味 是否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就可以了 那我们准备摆盘了 大松海饼放在底 这是什么汁? 这是黄桃汁 比较简厉的 那你会甜 它是否甜 它有一点甜 跟一点酸 是淋在旁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搭配 这个搭配做法 是属于法国的那种乡村的做法 属于乡村派系 有的人也可以用芒果之类的 都可以 一般都是耳干 搭配一些水果 起到那个紫膩那种 即是法国的一个香村菜 这个也很有趣 这个它… 纯横桃做的 纯横桃做的 纯横桃做的一个 啫喱状的 加上一个青绿色的 好 大功告成 拿去给关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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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试试我和琪琪配合师傅做的 这个法国鵝肝 琪琪又有你的粉 是呀 黑暗料理 虽然是有点黑 但也不暗 我的样子慢慢也OK的 试试试 好了 我们直接试吧 好 你来给我做 好 好 我放点猪的 现在是黄炒的 谢谢 是哪个黄炒的 谢谢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鵝肝先 看看这些黄炒的 好像可以 切粒的时候都 很惊喜 它们的鵝肝 煎得刚刚好 它有一点微红 因为如果太红 就会有血水流出 太生了 我们中间可能不关 这个鵝肝做得很嫩 又分又不重 第一点可以给9分半 这么高 这么高 这么高的鵝肝 其实这个法国鵝肝 很出名 因为法国鵝肝的油脂 是比较充足的 所以刚才煎的时候 其实没有放任何油 而且这个鵝肝 一口咬下去 是入口即化 很美味 我一直都很想尝试 它下面的搭配 粟米饼 这个是法式的做法 它很特别 一咬下去 其实是很香的粟米味 而且里面的粒粒 就像鱼籽 口感很丰富 一咬下去 是叮咚的感觉 很香 它也吸收了鵝肝油脂 对,它吸收了鵝肝油脂 再吸收黄土汁 所以我觉得底部 是给了一个惊喜给我 法国鵝肝甚肥美 趁底小点亦惊喜 酸甜解利黄土汁 成就辞名,好料理 做鸭胸的时候 就是先把鸭胸 用大蒜 然后一点胡椒 一点盐 还有米蝶香 还有油 盐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就直接把它煎熟 煎熟之后就可以摆盘吃了 冰杰,这个是什么 这是法式鸭胸 就是我们说的鸭脯肉 其实我是不太喜欢吃鸭肉的 因为我觉得有点三味 对,对,对 但是因为我们做的这道菜 它就完全没有那个三味了 因为它搭配了我们用新鲜的苹果煮熟 它就变成焦糖苹果 然后再搭配我们用的 意大利的那个黑醋 还有橄榄油 对,然后去调的这个汁酱 它有点酸酸甜甜的感觉 然后那个鸭脯肉就会特别的美味 就不会吃到有那个三味 很有讲究 好,那我们来来来试一试 它也很厚一块 对,你看鸭脯肉 它一定不是全熟的 因为它不是炖鸭的那种 它会有一定是粉红色的 但是这个已经在法国里面讲 它已经是熟的 其实法国人他们煮菜 经常会用到很广泛的食材 比如说一些牛肉、一些鸭肉 还有一些蝗牛等等 还有这个鸭肉 其实我知道它是用了一些香料 好像是黑椒、迷迭香去腌制 所以才会有这么香的鸭肉味 其实我很想问问冰姐 因为平时我们吃鸭通肉 通常看到都是一块一块 切好给我们 是的 为什么这个会像一块牛扒 让我们自己割的 我们这么厚的话 它会更好做到里面的八分熟、七分熟 我切下去的话 那种感觉就是它里面的肉汁很紧实 然后我吃下去 感觉到有些汁水保存在里面 搭配上面一个烤苹果、黑醋汁 有一些解离 整个搭配非常好 其实阿峰的做法 如果煎好之后再切一片片 再放出来好像很好看 但首先它的肌肉蛋白会流血水 它会卖上去 这个除了厚肉能煎到外焦里嫩之外 保持肉汁和温度是很重要的 其实最考虑的西餐 就是一个葡萄酒和葡萄醋 和苹果 三者夹入鸭胸 它的妙道的地方 就是看到冰淇淋也说了 可以不酥 可以解离 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 呼吸味的口感 你吃的时候 你都需要什么味 你需要什么变化 你就自己控制 所以其实整碟菜里面 很丰富的口感 反而就是一个外国的文化 厚厚厚烤烤苹果 外焦内乱未复合 慕名而来客多多 来到我都很惊喜 我害怕就是这个装修 整个装修 竟然是老闆娘和老闆娘的指申手 整件事好像真的 我去了一个法国的小镇 从第一道菜开始 海鲁鱼 听起来它是皮脱肉嫩的 配了黑米 很熟悉的感觉 但有一种很勾式的方法 第二道菜就是生牛肉 我真的去了欧洲 下一次这道菜我来到 下一次也会必点的 第三道菜 其实也是这里的必点名菜 不过是两位女士做 但做得很好 给他们95点几分 第四道菜就是鸭胸 驚喜 鸭肉的厚度非常丰厚 因为鸭肉这么厚 你就煎不出皮脆肉链 和保持食物的温度 今天他还要给了一个苹果 这种苹果做得很好 割了膩 而且黑醋汁做得很出色 所以这次金筷子 来到火车头餐厅 金筷子推荐,实至名归 大家这么开心 也必须特别名借 火车头发国西餐厅 对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谢谢大家 再见 那我们今期节目差不多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